回来节目时间 香港轻业余景湾津堤入伙 部分地方选材和设计不理想 令到日后难以打理之外 甚至容易发生危险 余景湾最新一期 堤堤在二百湾那边 离码头比较远 上个月开始收楼 屋苑以时尚休闲定位 大堂以白色为主 配合通花绿片增加特色 室内的质素又是怎样呢 今天和大家看的是一个 位于三座中层的单位 建筑面积908尺 实用面积715尺 实用率大概是七成九 业主去年已大概780万左右买入 客厅铺上地砖 不过房间就铺上木地板 估计发展商是刻意这样做 令到随房的吸音效果较好 和被人温暖的感觉 但在选材上 就没有考虑到楼盘本身的位置 我们知道这个楼盘始终是近海 也比较咸气或者潮湿多些 如果这些木地板打理得不好 很容易就可能会潮湿了 甚至乎如果这个盐份高的话 会令到它有多些变化 甚至乎长远来说会变息容易一些 但是我们特别留意 它用了这个设计 这就不是原装一块的原木地板 它似乎是一些复合地板 其实这个面它也是没有一个垃面 没有垃面也就是保护面就少了 事实上发展商交楼的时候 特别向住户提供小策子 列出单位内各项的设施要怎样保养 包括地板不可以打垃 也都不可以过分湿水 不过一些选材错误的地方 不是靠保养就可以 好像厨房用这种石鹰灯 煮食的时候开着会特别热 我们拍摄当日 没有开炉煮食都感觉身内特别热 厨房采用长条形设计 长身之间比较窄 不过厨房门就偏偏用了这种隐藏式的手抽 何绝认为换回传统凸出来的手柄会好些 其实我们这个厨房始终因为明火煮食 万一有些意外 所以冲出来可能要逃生 或者弄了手 立刻想要做些处理 那怎么呢 冲出来这个厨房 这个大家看到厨房门 比一般厨房门看到的特别一点 其实看不到抽手 其实有一个隐藏式的门抽手 很麻烦 其实要伸手指 如果手指比较粗一点 伸不到下去 要扭手 然后打来扯 因为上面是一个自动门鼓 其实也有定冲 其实要拉出来 拉出来这里已经窄了 站在这里这样就来 再要闪生走出来 其实手就固住 其实如果在匆忙之间 其实这种设计就变相当危险 现在卖楼要写明实用面积的资料 露台和窗台的面积都要写清楚 不过可能还未够清晰 好像这间主人房的玻璃幕墙 有接近一尺六芯 拾了一个窗台 但是单看楼书 未必看到它们的分别 窗台来说 我们基本上不计建筑面积 也是当是一个窗的延伸出去 但是玻璃幕墙其实 某程度来说 我们这个空间 只不过豁免建筑面积 但是卖楼是可以计算实用面积的 但是窗台就不可以计算实用面积了 对业主来说 在买楼来说 都有一个很不同的实质的分别 这个这么漂亮的空间 将来来说会不会有呢 可能就少一点了 因为接下来政府都在考虑 修例 将这个玻璃幕墙 可能容许的豁免面积就少一点 将来来说有可能 那几年卖楼 看到这个空间就少一点 就没那么阔 这个接近差不多有400mm 盐柳少说 之前检验过屋苑其他的单位 不少地台都铺不平 虽然这个单位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玻璃就有崩发 浴缸底漏水 地脚线有点不对色 接口位也做得不太好 有点还有污漬 有点还有污漬 露台都清理得不太干净 问题相对较大的 就要数露台天花有空心 长远担心会松脱 要叫发展商执过 另外就是洗衣机的来水喉 有渗水 因为来水喉滴水 来水喉是有水压的 它会不停滴 不停滴 有时可能你不知道出了街 可能突然间会爆水喉的 但去水喉你不用的话 就没有水滴出来的 也没有水压的 所以来水喉滴水 是会比去水喉滴水 会严重很多的 屋苑管理费 按不同的座数划分 第二和第三座 每尺三个半 主打四房大单会的第一座 就要三个九一尺 根据柳书 要等到前面 第十五期的项目落成 多些的住户摊分 管理费才会便宜一点 这个公园的休闲设施 只得泳池 如果想享用多些的健身 和娱乐设施 就要在额外付钱 成为住客会所的会员